头盔先下一城 第一局输的时候 有一点点低落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打比赛优势 往往是在后面 因为我的体能比较好 体能不太行 你让后面两局有机会 而且 而且造了犯规 他现在我在旁边 一直给裁判压力呢 我问一下 就是前一分钟 一天挺住过了 前一分钟挺住了 争取能多打进几个 往里面杀伤多打进几个 造犯规都OK 能造了犯规 造犯规 能打进打进 后面你就可以用一些 策略的防守 就是左防三分 最后我一定要干扰他点 要不然 手指手指 不能让他就那么直接投 开始吧 好 第二局比赛 郭凌川先发球 他肯定要慢慢运球 磨了头盔格 我感觉 我希望他磨时间 他磨时间的话 其实对头盔有利 郭凌川 漂亮 就这么打 好球 郭凌川进入状态了 三分 这个硬币没有翻到头盔想要的那一面 郭凌川 M1 头盔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 三年了 确实没有赢过他 总在寻求一个赢他的机会 郭凌川得分有效加伐一球 郭凌川 这局不错 颠进去了 郭凌川 正常防 正常防 有脚步防 好球 走过来 落地的时候砸到什么了 落地的时候砸到什么了 摄像头盔 手机 天哪 头盔的右膝盖 在去年经历了他的这个篮球生涯最大的一次伤病 前交叉断裂 不要不要不要 我第一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打 你应该自己做一下 没事 没事 不行 不行 不能要唱 没事 希望没事 只是撞一下 头盔一直在坚持 他有一句信念和口号就是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也会选择继续打 但是可能作为教练 不一样的角度 出发可能会有一种保护欲 就可以跟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机会来了 我好激动 3秒 盖了 郭霖川赢下了第二局 7比6显胜 你现在就是体能的问题 别的我倒都没什么能力 然后你的所有的投篮没有信的 全是平的 全是浅一辈的 因为体力方面来说教考体力太大了 所以从第三局一开始来说就比较艰艰难 这局还是你发球 你让想把他打松 要不然你俩一个不仅两个不仅三个不仅 到最后面终于启示 好了 开始吧 来了 第三局 头盔哥外号单挑终结者 陆人王单挑46关 郭霖川外号球场硬汉 陆人王28关 一个28关一个46关 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啊 头盔第一攻 头盔 win or go home 左手漂亮 非常简洁实用的动作 左手一步 加速之后换右手上篮 头盔今天确实给他的耍花活的空间太小了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实战功底展现出来 而且毫无保留 三分球 三分球 没劲 平时不投三分的呀 今天投那么多三分 二比零 头盔 后撤两分 后撤两分 来了啊 杀人的眼神来了 他得后撤可以啊 看看郭霖川怎么选择 还是选择三分球 试探补一步之后球进 郭霖川 郭霖川用相对省劲的方式来快速的上分 郭霖川心脏够大啊 看看头盔也是还一个三分球没有计 高一点太低了太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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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